基隆市今天上午发生了 泳客被水母遮伤的意外 今天在外木山的长泳比赛 有20多名泳客不幸遭到水母攻击遮伤 索性在治疗之后没有大碍 天气炎热 基隆外木山4000公尺长泳比赛 吸引来自全国3000多位好手参加 由于今天海象平稳 太阳不大水温适中 选手们做完暖身操都跃跃欲试 不过却有20多名泳客 在比赛中不幸遭到水母攻击 身体不适陆续返回岸上 做简单治疗 大部分的人也都顺利游玩全程 其中一名11岁零性男童 膝盖被遮伤后立刻红肿疼痛 幸好被送往医院后没有大碍 那你那时候的反应是什么 我没有痛 那不舒服 那你有没有金光 你有没有喝到水 没有 外木山海域最近出现大量 毒性强烈的僧帽水母 担心水母伤人 许多参赛者全身包紧紧 或事先涂上凡士林做防护 虽然出了点状况 不过这次长泳活动 人山人海依旧热闹滚滚 联合报某玉佩及龙报导 我方认识